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又是个我的衣橱系列的分享 这一期就是想要分享上次大家比较想看的连衣裙的系列 但是我连衣裙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打算这一期的话就是分享我黑色 然后可能有一些这种深棕色或者是深蓝色的连衣裙 因为这些的话就大部分我都可以归类于黑色之类的 然后出了连衣裙我把那些什么连体裤也都归类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快点开始吧 然后大家也把下一次想要看的类别发在弹幕上 所以我拍了这个黑色的话 我应该会把我别的那些花的或者是比较多颜色的连衣裙再拍一个发 所以我连衣裙应该会有亮机 其实我现在穿的第一条 我今天穿的第一条也是这条黑色的里面的打底衫是我自己另配的 优衣裤的黑色的泥的这种背心裙是有这两个口袋的 这样子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整体的版型很好 是比较A字的很宽 因为这个领子的原因 所以你里面穿一个衬衫 或是穿一个这种比较有镂空的这种衫 然后配上它都很好看 然后你再带一个腰带也很好看 这两个口袋非常的大 而且我觉得它的长短也是刚刚好的就不会特别短 也不会很长 就上班或者出去玩的时候都非常好 然后派裙子合集就比较麻烦 因为我每一个都要再去换一件新的 然后我现在再换第二件 这一条就是一个毛衣裙 我上次购物分享有介绍过的 是这种不怎么乞求这种面料的毛衣裙 然后它是这有扣子的 这有一个小领结 而且它是这里稍微有一点腰的设计 下面是个小A字的版型 这款我就觉得非常的适合上班穿 然后看下它的长度 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其实长度也非常的刚好 而且它这里有一点点收腰 而且下面有一点点A字花包裙的感觉 就会选得腿很细 而且这一款衣服它穿在身上非常的舒服 它虽然是有一点点像毛线裙吧 但是我觉得它穿在身上就是那个 不会特别的热 而且它不是那种羊毛材质的 我记得它蛮便宜的 100多人民币吧 所以我非常的推荐这一件衣服 我觉得它整体穿上班 也还算蛮得体的 而且我觉得你平时出门穿它的话呢 也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这个下面裙摆的这个版型 我觉得会显得整个人比较活泼 而且显得腿很细 这款也是很喜欢的 这一条呢还是一条毛衣裙 它整体非常的好看 它是非常容易起球的质地 这个应该是我穿第三次吧 你看它上面已经有蛮多球的了 但是它整体这个型很好 你看它是这个斜边的 这里有一个自然的收腰的感觉 这条是比较短一点点的 所以呢我觉得只是出门的时候穿会比较好 然后呢这里稍微有一点点扩型扩出来 就会显得比较有腰 而且整个人是那种S型的 然后呢也会显得腿比较细 这一件衣服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地方 是袖子做的比较长的 手这里可以套进去的 看一下 然后这里显得我屁股也是蛮翘的 中间这里有一条线 这一件我非常的喜欢 它前面跟中间都有一条线 所以你怎么穿都没问题 这一条就是非常百搭的一条裙子 我觉得你如果想酷一点的话 你就下面穿一个厚一点点的那种乐福鞋 我觉得它配一个那种过膝长靴也非常的好看 配这种比较薄的丝袜 这一条裙子也是我非常爱的一条ZARA的丝绒连衣裙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是这种丝绒的 它的这个领子是特别的漂亮 这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垫肩 会显得肩膀稍微宽一点点 因为我呢是上半身比较瘦啊 所以呢如果肩膀太窄会显得头太大 它袖子这也是非常好的 这条裙子整体就是蛮便宜的 所以做工不能说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版型很好 稍微有一点收腰的 下面的这个长度呢 我觉得是偏短一点点的 看一下 它的这个长度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大腿中间的这个地方 是我腿比较瘦的地方 所以露出来的话会显得我整个比例蛮好的 而且这件衣服我真的蛮喜欢的 就是大家如果还买得到的话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 而且整体这个料子也是很舒服的 我就是扔到洗衣机里洗了两次 它都没有任何旧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而且因为它是全黑嘛 你上面搭一个那种什么长一点项链 或者是一个胸针都非常的好 像是ZARA他们家 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小黑裙子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淘一下的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多去看一下 这条真的蛮喜欢的 现在的这条裙子呢 又是一个西装这种长袖的裙子 这条裙子就比较适合上班穿了 它的这个开口 我买来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低的 但是我这里缝了一个那种暗扣 这样子扣起来就还好 它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垫肩的 这个袖子这儿呢 是比较刚好的 这是还蛮宽大的 我觉得整体穿上去是还蛮舒服的了 它唯一不好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很容易就是开叉 所以穿这个的话 一定要穿一个安全裤 它整体的长度呢 也是OK的 上班穿完全没有问题 它的腰这掐的是还蛮高的 所以虽然它的长度 是比较偏长一点点的 但是也会显得腿还挺长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条啊 对 而且下面这儿呢都是这种百折裙 你这样子动起来 就是还比较有韵律的感觉 我真的很喜欢买黑裙子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穿黑色是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很沉迷于买黑色的裙子 这个整体就是这个样子 这条裙子我也是还蛮推荐的 我记得也不是特别特贵 对的 又是一个这种长袖的毛衣裙 也是我买来上班的时候穿的 我觉得前面这一段 大家就可以看作适合上班的黑色裙子 这个面料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不会乞求的 有点像毛衣的面料 但是这款我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袖子有点太短了 因为我喜欢冷的时候 我可以这个样子嘛 但是这个就完全没办法 但是它整体就是腰身的那个板型 都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你看就是我这个部位 有一个这种小领的 下面有白色的这种边 就显得比较俏皮一点点 然后它这个扣子呢也是白色的 也是下面比较偏A字型的 这一款它的长度呢就刚刚好 不会特别长也不会特别短 非常适合上班通勤 大家看一下 非常喜欢在某宝上面买这种 一两百的这种小的针织裙 上班的时候穿就会比较正式一点点 而且上班的时候呢 你就穿一个lagging就完全OK了 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你就光腿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像这种的话呢 我一般可能穿个两年左右 一两年 我就差不多可以淘汰一批 再买一些新的 但是就是我太多了 所以呢就穿过来 这一条呢也是一个长袖 这种毛衣裙 是我买了比较长一段时间 它就是非常的紧贴着身体的一条裙子 就是像我的话 这儿比较窄 就是完全暴露无遗 然后像我有的时候有一些小肚子 因为它太贴了 也会暴露无遗 大家看一下 对吧 然后它整体的 这个上升的版型呢一般般 但是这一条裙子呢 我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它用来搭我的那些小肖风外套 就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下摆是稍微有点蓬出去 给大家看一下 嗯这样的 我给大家拿一下 我的那个黑色的小肖风外套 给大家试一下 对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搭配这种外套 就非常的好看 而且因为它是全黑的嘛 里面呢配一个任何的项链啊 或者胸针都没问题 所以这一条裙子呢 我一般穿的话 我就是会把这个外套焊在身上 要不然我脱下来的话 就把我的那个身材 不想要暴露的缺点暴露无遗 但是你这样子穿也是很好看的 对 外套的话我会出合级的 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 下面这一条呢 又是一个毛衣长裙 这一个非常特别的呢 就是它的领子有两个不一样颜色 这个袋 然后你系在一起呢 就会有这种自然的层次感 它好像是纯羊毛的 但是它穿在身上不渣 这个纯羊毛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穿久了的话 或者你洗一下 它可能会变得特别紧 所以呢 你偶尔得把它就是撑一下 它是比较偏长一点点的版型 它会一直到我小腿那里啊 就是那个膝盖那里 整体呢会稍微比较紧一点点 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裙子整体的感觉 就是很乖巧的感觉 而且穿上身也是非常的舒适的 又是我不舍得断舍离的一条裙子 但是这条裙子 我真的觉得很舒服 它好像被撑松了一点点 所以我最近穿的话呢 也不是很紧 所以我很推荐 这条连衣裙就历史非常悠久了 是我怀孕的时候买的 我到现在都能穿 而且呢 它的面料看上去 就是还蛮新的 这条裙子我记得也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它是有这个两个大兜的 对 所以呢 就你穿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整体这个版型呢 是这种H型的 所以穿在身上很舒服 而且它这个袖子 故意做的这种稍微短一点点的 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手上戴一些手势啊 手表这样子看的比较清楚一点点 而且这一件呢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也可以穿 因为它整体非常的宽松 而且呢它这个面料蛮舒服的 而且我觉得你春夏天的时候穿也是OK 因为它有一点凉感嘛 然后你就光一个腿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虽然这些裙子都不是很贵 但是都是我的爱 下面这一条呢是一条裹身羊毛裙 也是很适合上班通勤的 它的这个面料呢是羊毛的嘛 所以我觉得稍微上身有一点点渣 但是也是非常显身材的一款裙子 它这个深蓝色我觉得上身是还蛮显白的 就在黑色里面稍微有一些些变化 如果都是黑的话呢可能显得太过于沉闷 虽然我很喜欢黑色 给大家看一下长度啊 这条裙子呢我觉得就非常的显身材 你看有点小肚子都不行 但是我觉得它把我的屁股这儿显得还挺翘的 所以这条裙子我个人也是还挺推荐的 但是呢就是前面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wrap dress嘛 这个地方就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这个v领呢就蛮适合你戴一个小项链啊啥的 好了然后这条裙子呢就是一条fairy的裙子 就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条上班裙了 它这种面料是非常轻薄的那种西装材质 然后这个领子也是一字尖 而且我觉得它显得整个人的头肩比非常的好 它是算那种长度刚刚好的不会特别长 这条裙子整体真的非常的好看 它掐在这个腰身这儿呢也很好 因为它整体比较薄嘛 而且这个材质呢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我洗过之后没有任何的熨烫 直接挂在那里 它基本上是完全不会皱的 这条裙子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如果我有什么重要的面试啊 我就会穿它外面再穿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长度啊 哎呀感觉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下去 感觉每一件都断舍离不了 OK这个就是一个深灰色的一条卫衣裙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我休闲的时候呢 比较喜欢穿卫衣卫衣裙裙这个 这个呢我分享过 里面有稍微一点点的薄容 而且它这个口袋呢 这个位子是比较向上的 所以就显得整个人比例还行 而且它cut off的那个位置呢 刚好是我腿比较细的地方 这一家店的衣服 我觉得整体都是还挺划算的 而且我觉得质量也蛮好的 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 而且这个灰色显得整个人蛮有质感的 给大家看一下 长度 然后得推到这么远看 对的 我一般穿这个的话呢 我都会配一个拖鞋穿 然后配一个袜子 配个比较明亮一点点的小包 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搭配了 所以这种卫衣裙 我觉得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休闲的时候 可以多穿一穿 又有一条黑色的毛衣裙 这条整体呢 就是这种比较合身的 而且呢 它是纯加毛的 所以稍微有点渣 但是很保暖 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后面这里有一个线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这个线 这个我基本上穿的话呢 我都会穿一个 lagging下面穿 什么鞋都可以的 我觉得你想要它正式一点点呢 你就带一个那种项链 想让它再修行你 你就带一个那种毛线的围巾 也是很OK的 这条裙子 我觉得它整体这个版型也蛮好看的 显得我这还蛮瘦的 就这样裙子 我觉得是冬天非常百搭的裙子 看一下 特别的长 大家看得到吗 还有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 这个就是短袖的啦 是一个日系的连衣裙 就是整体比较宽松一点点 这条也蛮好看的 我都忘记我有它了 因为我好像就是刚买的那个夏天穿过 它这也是有个口袋的 像日系的衣服 我觉得它们都不是追求一个身材比例的 就是觉得它们穿着那个风格 但其实这件我还挺喜欢 你看这个泡泡袖 口袋在这儿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长度哦 但这一件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件 不知道还有没有 就花包型的 这个呢 我也有穿搭图在我的那个某书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又是一条长袖的长裙 这条是棕色的 它是这种很多摆折的 后面这儿也是 显得整个人的就是很慵懒的感觉 它其实中间有一个这个绳 就是可以绑在腰这儿的 可是我个人觉得呢 不绑会显得比较随意轻松一点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绑还是不绑好看 绑其实也还行 但是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这种 不绑这种宽宽松松的感觉 它也是蛮长的 我夏天的话呢 就很喜欢穿这种长袖的 比较长的连衣裙就全身都可以挡到 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的长度 看得到哦 这转起来蛮好看的 也是几个夏天有穿到它的 我们现在再说一些别的裙子吧 天哪 我好像每一条裙子都挺喜欢的 这一条呢 是真丝的 是All Saints那个牌子买的 其实他们家蛮多连衣裙 都蛮好看的 可是他们家比较出名的是 那个鸡舌皮衣嘛 就在他们家买了几条连衣裙 这一条呢 我觉得非常的优雅 第一呢 它是真丝的 第二就是它的花纹 是中间这种若以若现的 这种镂空的这种馅儿 其实呢 它整条裙子这儿都有 其实你就可以若以若现的 看到一些些身体的肉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而且你看它这里的这个线条 对这条真的是很飘逸 非常的好看的一条裙子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去约会 它的长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还OK的 看到吗 这种线 这种线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就会显得若隐若现的 非常的性感 这条裙子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袖子这儿呢 稍微是做有一点点泡泡秀的设计 这一件呢 就是一条黑色真丝的连体裤 是Zinneman的 买了很久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买 好像才100还是200博 现在他们家就算打折 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东西了 就是一条纯黑的真丝的这种连体裤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绑起来的 这儿也有个绳 我觉得这条连体裤呢 买得非常的好 然后你看它这儿还有个兜 性价比很高 而且呢 料子很舒服 夏天的时候呢 这么一穿 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挺时髦的 我除了这一条同样版型的 我还买了另外一个花色的 这一条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 就穿了好久好久好久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件衣服了 这一条呢 也是一条Zinneman的黑色的连体裤 我非常的喜欢 它是这种镂空花纹的 就你夏天的时候穿呢 会非常的性感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它中间是带有一点点内衬的 它的碎碎这儿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很可爱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下摆 也是穿比较短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花纹呢 非常的漂亮 这一件我也是买了蛮多年了 就一直都有在穿 我觉得整体是就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像这种黑色的这种花纹 永远都不会过时 因为我现在再看一下 我以前买的那些裙子 最近的审美 还是比较喜欢比较黑色啊 或者是比较清淡一点的颜色的裙子 所以就这一个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好啦 这条裙子呢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裙子 是这种短袖 这条裙子是有戴垫肩的 我觉得很Dior风的一条裙子 而且它的这个扣子呢 我觉得做的都是蛮好的 它整体这里呢 是掐的比较紧的那种 它也是没口袋的 但是呢 它不是很短 但是因为它这个腰呢 非常靠上 所以就显得整体比例很好 它是用蓬松的 我上班的时候穿它 也是OK的 而且我觉得我平常去约会的时候穿它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条裙子 这条非常的推荐 它们家好像应该是还有这条款式的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就这样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裙子 嗯 这条呢是我买过来分享过 一直没有穿过的 我是想着下次可能去一些什么重要场合吃饭的时候穿 可是一直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就一直没穿 它是这有个很可爱的蝴蝶结 这里有一点点镂空的 胸比较丰满一点点 会撑得起来 但是因为我胸带小就撑不起来 但是整体这条裙子就是又便宜又好看 你看它这个小碰碰袖 而且呢 整体这个形也是很好的 它标签还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长度的 它的这个蝴蝶结啊 是这种缎带的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蛮吸睛的 你下面配一个黑色的小高跟 或者是一个黑色bling bling的平底鞋 出去约会非常的可爱 好了 又是一条 我买了非常久 一直没有穿出门过的一条裙子 这条可以说是新中式了吧 因为这条我买的时候 好像新中式还没有很流行 可能是刚刚穿完小孩那段时间 它就是有一点像一个旗袍一样的款式 而且是做这种比较酷的 你看这 还有一个这种假链条 这呢都是这种银的 就特别的酷 而且你看这 这些小猪猪也都是银的 它整体是比较修身 稍微短一点点的 给大家看一下 身上呢是有做一点这种印花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做一些蕾丝 这条裙子整体这个形状是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初一吃饭的时候也是蛮合适的 可以穿 大家觉得好看吗 这一条裙子呢应该是我这一个视频第一条想要输掉的一条裙子 我也买了一段时间没有拆过标 它其实整体还行 但是我就觉得我穿上去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这儿是蛮喷的嘛 这也是喷喷的 后面是有这种铺铁结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好看吗 就我觉得这个版型的话 如果是一个白色会更好看一点 而且就是这种蛋糕裙 这条呢我就是只试穿过 这条还是一个连体裤 是这种棕色 上面有这种千鸟格图纹的 是我很久之前买的一条slido还是sneedle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这条连体裤真的不是很好看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扣的 就特别的往前搭了 我就得一直这样子弄着 这条我应该也会断舍离掉 就整体显得真的不是很好看 嗯不是很喜欢 而且这条我今天买了蛮贵的 还是这种丝绒的 嗯这条宝克 天哪终于接近尾声了 这一条呢也是一条长裙 是优衣库和IDLF合作的 是用皱褶裙 我觉得这条夏天的时候 穿的整体非常的舒服 而且蛮酷的感觉 给大家远一点看 它就是非常的长 大家看得到吗 它配一个那种黑色的菜篮子 或者配一个这种 黑色绒包 夏天的时候背非常的酷 外面再披一个那种小外套 是那种酷酷风的连衣裙 所以这一条我会留着的 这一条是Low Classic的一条小黑裙 可以称得上是我的人生小黑裙 它是非常简单的这种设计 上也没有任何的花纹 它是比较长的裙子 可是呢它妙就妙在它腰中间的这个皱褶 我觉得做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的这个小短袖 做的是稍微飞出来一点点 所以会显得肩比本身再宽一点点 也是做这种一字肩 这条裙子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个抓折真的太优雅了 而且中间这有一条线 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型非常的好看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就很优雅的一条裙子 它是比较长的这种 这条裙子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真的推荐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条小黑裙 它把你的腰身掐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它的这个面料是那种西装 比较薄一点点的面料 穿上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很法式女人的一条裙子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领子和袖子整体的设计 它袖子这稍微宽一点 就不会显得那个胳膊很粗 真的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是还是推荐比较瘦一点点穿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出肉就不是很好 好了现在又隔了几天 我终于又回来拍我的裙子合集了 因为我现在不是想把我黑裙子拍完吗 换了一个场景 因为有点另外那个房间太黑了 过一会儿呢 然后就开始拍我的花裙子 因为裙子太多了 先说一下我身上这件吧 我身上这件呢 它下半身的剪裁很好 可是上半身呢 就剪的就是特别差 其实是应该这种平扣的嘛 可是它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扣着 还有就是呢 可能因为我胸太小了 所以呢 它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宽 就你看这儿 但是我觉得如果它缝起来蛮些 因为我挺喜欢它这个方形的这个 而且它是这种棉的布料 整一条裙子穿上身的是还挺好看的 特别是腰和臀这个地方 你看 就显得我屁股还挺翘的 而且它整体的这个版型 这个样子 应该就会是一条很好看的裙子了 这条我可能也还是会再留一下 看一下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 这一条呢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BECK AND BRIDGE 他们家的一条裙子 这条裙子 我真的觉得是我人生挚爱 第一它这个上面这儿特别漂亮 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这个细肩带的 然后这儿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里 因为刚好可以露出一下 我这儿的一颗痣 它整体非常的修身 它腰的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皱褶的 但是我觉得反而更加不会凸显你的肚子 平常穿这个的时候我可能会穿一个比较束身的提臀裤吧 它就这样子非常的显你的臀型 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有开叉的 所以你穿个高跟鞋穿这个真巨好看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这条裙子是绝对绝对不会断舍离掉的 这条裙子也是我的人生小黑裙之一 非常的推荐 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公司年会啊 或者是想要出去约会 想给自己买个战袍的话 非常推荐买这条 而且它也不是很贵 好像才200多澳币吧 这一条呢就是我大学时期的时候 在topshop买的一条裙子 当时还跑了好几家店 终于在有一家店找到我的马了 我现在好像真的是瘦了 我现在特别大 这条裙就是非常的性感的一条裙子 它是这种比较短的短裙 然后是上面有这种花的 看得到吧 然后是有一些镂空的 腰这也有 大家看看后背啊 后背是这样子的 整体是真的还蛮性感的 就有一点太大了 而且不是很符合我现在的风格 这条裙子我可能就穿过一两次吧 终于又断省离了一条 这一条呢就是一条很可爱的 Sandra的连衣裙 我早年真的很爱买Sandra他们家的衣服 我觉得现在穿也是OK的 就是用公主风黑色的 上面有这种小小的珍珠的 这些白色都是珍珠 这有一点沙的 看一下 这件特别可爱 我很喜欢 然后它这里是这样子翻开的 这件我真是最喜欢 这件是肯定不会断手离掉的 最近还是有穿 就是很公主风的一条裙子 这一条就是我最近新买的 是肯定不会断手离的 是这种小香风的连身裙 然后它是这种粗花泥的 这里是稍微有一点垫肩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垫肩 不是那种特明线的 可以让我健宽同学 不会太过于涂 而且我觉得它整体版型很好 它这些扣子也很好看 而且大家看一下 它刚好这个下面开叉的 不会是这儿的 我觉得它虽然腰这儿 腰线不是做的特别高吧 可是呢 就可以让我的腰这里显得很细 然后呢 会让我的胯显得再宽一点 就有点比较S型的身材 我觉得很好看 看它的长度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款呢 就是通勤 或者你平时出去玩啊 或者是干嘛穿都非常的合适 这件我觉得很推荐 又变成了一个种草视频 哈哈哈哈 好了 下一件 下面这一条呢 是一个比较休闲的连衣裙 是Acne Studios的 它整体是稍微比较薄透一点点的 它就是这样子看 非常的休闲 这里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旁边呢 腿这里是有个开叉的 就是整体是这样的 这条裙子呢 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穿 就是有一种非常随意的感觉 而且它的肩膀这里呢 因为我本人就肩膀比较窄嘛 它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做宽 我觉得整体版型很好 而且它这里比较宽 就不会显得 这里很局促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条穿上去 非常的舒服 就像穿睡裙一样 没有什么束缚感 它稍微有一点透了 但是我最近这是阴天嘛 所以看不太出来 还是很爱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哎呀好累哦 我感觉吃这个连衣裙 比试那个毛衣累多了 因为每一套都要 全身都脱掉在宠欢 又给大家带来一套 大学时期买的一条裙子 是Alice McCall 不知道怎么说那个牌子 反正就是一个 澳洲本地设计师的牌子吧 就是现在回看 就是真的可以想象 大学的时候 喜欢穿裙子的类型 OK这一条其实我觉得 现在看还是OK 它是用纱的 是用点点的 里面是一个吊带的 黑色的衬裙 因为你这条裙子 不可能单穿吗 然后呢它这是 做的比较高腰 然后砰砰的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这条裙子 其实很忙我看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有点非主流的感觉 后背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反正也是非常显身材的 一条裙子了 应该蛮长的 不知道这个相机拍拍到 这条都还觉得该流吗 我个人是还挺喜欢的 最开心就是我的身材 一直从大学到现在都没有变 甚至还瘦了 是不是很牵走 倒数几条小黑裙了 这条小黑裙 就是我上一期购物分享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刚刚买来没多久的 一条小黑裙 我觉得整体非常的好看 你看它这样子 就是有点澳大利贺本风的 这个袖子这也OK 然后呢 它整体是这种丝绒妙妙 给大家看一下长度 是不是也还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腰带这呢 是有一点点 这种感觉的 就是有一点点纹理感的 反正我觉得这整条裙 穿上去也是很好看的了 好了 又是一条刚新买的裙子 天哪终于接近尾声了 这个就是倒数第二条裙子 这条也是我在扎 好久好久之前买的一条裙子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版型很好 它是一种半高龄的 它的这种材质呢 也是我很喜欢的 那种不会乞球的材质 这个地方也OK 它夏天的时候 你这样子穿呢 就是很酷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冬天的时候呢 里面穿一个长袖的打底 然后穿一个legging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一款唯一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这个高领 比较紧的原因嘛 所以呢 我每次换完妆的时候 脱的话呢 很容易把我的粉底 蹭到上面 所以呢 等等就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等等还要出门 所以我可以把粉底蹭到上面 那这条裙子也是很喜欢 好了 我们现在到最后一条连衣裙了 好了 最后这条连衣裙呢 就是Dior的一条铜装 我介绍过蛮多次的了 我觉得是我买的 最成功的铜装衣服之一 它就是这种短袖 很休闲的连衣裙 刚好腰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下摆 是这样的 对 下摆就是很随意的这种 这个呢 也是冬天 夏天都可以穿 它是身上有淡淡的 Dior的这个蹄花的 这条连衣裙 我的使用率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我觉得 它真的是蛮显贵气的 一条连衣裙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大牌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些衣服太贵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铜装 我这件衣服好像是12码的 就是我穿都不会觉得很紧 你看这儿还是有蛮多空的 这个地方也是很推荐的一条裙子 非常非常喜欢 好了 这个我的衣橱系列的黑色连衣裙 就到此结束了 也欢迎大家给我每条连衣裙评分 好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现在要去收拾衣服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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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